夏天出現的現在看起來是可能不太容易 因為就比較快速的幾個國家看起來的話 大概都還是需要大概9個月到1年的時間是至少的 最保守最安全的估計可能要到1年半 那為什麼疫苗要這樣子的花時間呢 因為疫苗跟藥物不一樣 那藥物是你有病有重症 我們就趕快給藥 所以藥物等於是救急救重 輕的話就不要救了就不救輕 可是疫苗它的概念是在施打到 一般的民眾也就是健康的民眾 所以它這個就非同小可 它的安全等級就要拉到最高 所以說在各國的策略上面 當然是為了現在這個緊急疫情 它的這個所謂的FDA 都會有一個叫做快速通關 就是fast track來看 但是它再怎麼fast track 那大概最基本的這一些 對於人體最起碼的這個要求保護 它是一定要詳細做到 一定要基於在動物實驗的這種特性 跟沒有毒害的特性來進行 所以這個疫苗就是快到某一個程度 就不太可能更快了 所以在這個疫苗呢 就需要比較耐心的等待 但這個疫苗雖然是比較慢 雖然是比較慢 但是如果是這個新冠的 這種流行的這個程度的話 它也許是如果跟流行性感冒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要有這種長久作戰的 這樣子的一個準備跟想法